中国社会科学院8月3日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表示 中国城市贫困人口达到5000万人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而海内外专家指出5000万城市贫困人口被严重低估 经济学家谢国中表示中国当前的体制只能让少数人受益 是赤裸裸的劫贫济负 社会科学院的这份报告以城市贫困人口比例在7.5%到8.7%之间保守估算 得出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约有5000万 年均收入7500元到8500元人民币 月均收入只有六七百元 其中有一半的人口没有得到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照顾 住房与城市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怀等专家认为 5000万只是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6.6亿城镇人口的近8% 中国城市中只有7%到8的人是贫困人口 这个估计恐怕过低 这份报告显示西部和中部的贫困人口都在1700万人左右 东北地区有845万人 最富裕的东部地区也有756万人贫困 报告指出中国城市贫困人口从1990年代后就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原因是物价不断上涨 社会保障措施不利 房价频频攀升 就业形势严峻 贫困差距不断扩大 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 北京城市学院讲师蒋贵凤表示 中国城市贫困主要是从国有企业改革 产业结构调整 一些资源性城市逐渐枯竭 造成大量失业人口开始的 去年9月在第65届联合国大会上 温家宝发表讲话承认 中国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 而海内外专家指出温家宝的这个数字也估计过低 联合国规定每天收入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属于什么人呢 是赤贫的人口 一天收入2美元以下的是贫困人口 如果说我们提高到1块2毛5美元这个标准现在是多少 2亿5000万人是赤贫的 如果达到2块美元收入的时候 是多少 全中国有9亿人口是处于联合国规定的贫困人口 商务部长陈德明承认 中国贫困人口在世界上排名第二 在今年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委员审文在一份提案中指出 目前中国的贫困线1196元是政府2009年制定的 太低的贫困线让过亿居民人为的被脱贫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副主编宋盈昌列举了城市贫困问题的具体表现 包括农民工工资较低 房价上涨过快 交通拥堵 干病上学难等等 一些专家认为 城市贫困恶化现象将加剧社会冲突陷入恶性循环 宋盈昌表示 现实多个社会问题源于政策脱离民生需要 社会过分以经济为核心发展 长此以往 经济和社会都不能持续发展 经济学家谢国中7月28号指出 北京政府一直都试图无视潜在问题 通过滥发货币 大肆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来推进经济发展 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 只能让很少一部分掌管国有资产 控制公共财政支出的人受益 他表示 而在过去几年内 持续上升的房价和通胀 货币贬值 把更多的人抛弃在后面 比如说 一年期存款利率应该尽快调高到6% 让利率保持这么低的水平 就是赤裸裸的抢劫穷人 养肥富人 市场利益以后 行政权力没有得到改革 还是政签不分 很多经济互动需要关于审批 谁能够接近审批权力人 所以就可以得到很多财富 所以权力这种市场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一书作者 杨继生指出 所谓的中国模式 就是这种权力市场经济模式 它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不公正 贫富两极分化 腐败丛生 民怨沸腾 会产生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社会的高压锅最终会爆炸 既得利益阶层也会完蛋 新唐人记者李元翰 萧严综合报道